一念至此,那怪人的舌头不自觉地挂了出来,贪婪地舔底着自己的嘴唇。 只要这小子一旦做出选择,天魔本源就会因而形成,自己立即就将只侵吞一半,弥补自己的魔魂重创。 这小子虽然实力低违,但总能弥补百分之一吧,只要自己持续如此下去,总有一天能够全面恢复,甚至能够精进。 因为在这个世上,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自己,也没有人与自己争夺资源。 这里虽然是垃圾场啊,可自己可以因量变而质变,无限地提升嘛。 真的到那个时候,天上地下,自己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 想到这儿,又加快了对业罪灵魂的进一步刺激。 虽然这个动作要动用自己的本源能量,但只要是成了,收益相当可观。 这可是自己天魔一族,万古以来强壮自身的博尔法门,也是最强法门。 漠然间,夜罪猛地抬头,七桥之中同时喷出鲜血,仰天嘶吼一声。 啊! 怪人眼中露出了残酷的得意。 他知道,夜罪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。 而且,夜罪的眉心,此刻已经是满是黑气。 很显然,他正确地选择了自己,否则不会有聚集黑气的迹象。 人哪,果然都是自私的。 怪人心中嘲讽地想着,心情一阵放松,撇开了神魂封锁,就要向前靠过去。 然而,就在此刻,一遍咒声,夜罪没心处的黑气猛然消散,几乎在弹纸之间尽数消失,消散得无影无踪。 怪人一愣,还没有及时醒悟到发生了什么,夜罪却已经狂吼出声。 我爹娘不能死,不能死,不能死,说什么也不能死。 他尽力地狂吼一声。 我死,我死就我死,死就死了吧。 心脉魔气,眉心魔气,狂吵一般地猛退而去。 那怪人惊叫一声,只感觉到自己的魔魂被在突如其来的选择退回去的魔气重中一击。 刚才才刚刚放松下的心神,此刻竟然猛地发生了绝对意外。 他又刚刚撤去神魂封锁,顿时重招。 恍惚间,遭受到了莫大反噬,眼前一黑,猴头咕嘟一声,冒出一口黑血来。 他老老老的,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?怎么会呀? 这个结果绝对不是那个怪人所期待的那样。 夜醉狂吼着做出最后选择的一瞬间,周围的魔气刹那间混乱起来,却是那个怪人骤遭反噬,魔阵有稳定转为紊乱。 夜醉突然间心神恢复清明,满心思里头就只想到一件事情。 我要回去看看爹娘。 突然一月而起,大声叫道,爹!娘! 撒开脚丫子扑扑地跑路,刹那间居然全面突出了魔气的包围,一路闪电一般的急速冲出米林。 虽然神志混乱,却已经能够跑得无影无踪。 主熟的鸭子竟然飞了,明明都已经装盘上桌,即将进嘴的鸭子突兀的复活,他竟然飞走了。 那怪人气得几乎吐血,啊,不是几乎,而是已经在吐血。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的无限震惊,还有强烈到几乎凝成实质的匪夷所思,恼羞成怒。 他妈的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 不仅十拿九吻的事情砸了,甚至于自己还遭受了莫名反噬。 那一个瞬间啊,根本无法阻止对方离去。 居然是眼睁睁地看着魔阵失败,那小子扬长而去。 这他娘的叫什么事啊?怎么会这样? 这小子还是出磨吗? 这真是大出意料的变化呀。 这小子居然跑了? 而且还弄得自己还要在这里尾顿吐血? 我靠! 怪人只感觉自己的肠子都纠结成了七八十块。 终于忍不住地吐出一声亘古以来最最经典的骂声。 难道今天竟然活活地见了鬼了? 明明已经是无限接近成功了。 要不然我也不会放松精神控制,准备接受成果呀。 可是却意外地遭受了反噬。 那怪人挠着头皮,一脸郁闷。 可这他奶奶的算怎么回事啊? 听你所听,想你所想。 畅想听吧,你的快乐私塾。 若是换个人,比如说一直行侠仗义的那种,那种魔阵失败也就是失败了。 这无话可说呀,天性互克能够成功才是稀罕式了。 但是,这个业罪是什么人? 那可是修炼天魔功的除魔呀。 难道在这九重天大陆,练魔功的骨子里头其实是好人不称吗? 若非如此,为什么就失败了呢? 真正的不可理解,不可思欲。 还有,不仅魔心转化仪式失败,还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冲破魔杖自行跑了? 就那么一丁点的虾米修为呀。 这怎么可能? 这个天魔怪人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有些不够用了。 太多太多的不可能,怎么就出现了呢? 如果不是业罪修为实在微末,怪人甚至怀疑业罪其实是某位超级天魔的化身, 在这儿陪着自己玩游戏来着。 真他娘的奇妙啊。 我刚刚给他买完药,他竟然不吃? 想了想,还是决定先调戏一下。 若是这个也给我反噬一次, 呸呸,绝无可能。 这次我非要等到吸收本源之后,才解开精神封锁。 若是再失败了, 那可就真的没天理了。 遭受意外重创的天魔怪人在调戏一番, 状态稍有恢复之后, 这才抱着万二分的谨慎态度来到法尊身边。 说实话, 法尊绝非上家的选择。 不错, 法尊的魔力层次要比业罪高出了太多太多。 若是引动他的魔器, 效果绝对比业罪要高出了太多太多。 若是引动他的魔源, 效果绝对比业罪大的太多太多。 可是法尊的实力同样要比业罪高出太多太多啊。 所以潜在的危险性, 自然也比业罪大的太多太多。 然而, 法尊已经是天魔怪人最后的指望。 尤其是在业罪这只老鬼失败之后。 然而, 法尊 那是天魔怪人最后的指望。 尤其是业罪这只蝼蚁意外反击之后的此刻。 要说天魔怪人的真实武力, 在这个世间基本上可以说是所向无敌。 平时想要摆弄跟法尊玩玩也差不多。 但是他现在身上的重伤却已经是超越了一般人能忍受的极限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 动辄就有可能有生命之危啊。 一口气喘不云, 都有可能致命。 要是再得不到天魔本源的支持, 那么就只能在重伤之中等死而已。 法尊这边已经等了很不短的时间。 由于那魔物气团的阻隔, 他听不到那边的丝毫动静, 也不知道业罪此刻是怎么样子。 虽然两边根本就是近在咫尺, 却是完全的蒙在鼓里。 这就是更高层次天魔魔力的特色。 即便天魔怪人性命垂危, 甚至随时可能陨落, 但是他运转的天魔异能, 也完全可以阻隔法尊的感应。 实在是, 这短暂时间相对差距, 不能超越本能上的绝对差距。 法尊的心智坚定, 非是业罪可比。 他不管业罪会怎么样, 只是一贯坚持自己的选择。 一直到最后一步, 当听到天魔怪人的声音再度响起的时候, 法尊微微地张了开眼睛。 在听完游戏规则之后, 法尊的神情微微地动了一动。 这个新的游戏规则, 貌似有些是在他的意料之中, 但是却也有一些超出了意料之外。 法尊仍旧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测试。 第一个去除的, 全无意外的就是娇妻美妾。 娇妻美妾啊, 充其量只是人生的消遣罢了, 女人就只是玩物, 单纯的玩物。 充其量因为女人而组织了其他人的人生乐趣, 那就是笨人一枚。 这就是法尊选择的理由。 在选择抛弃的时候, 她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任何一丝一毫的痛苦。 干净利落, 咱们量力而为吧。 野醉也是做出了干净利落的选择。 第二项, 她放弃了整个天下苍生。 第三项, 她放弃了号令天下。 第四项, 第五项, 第六项。 从第四项开始, 法尊应该是跟咱们融合在一起比较少的。 今天一定要喊上她。 第二项, 她抛弃了天下苍生。 第三项, 放弃了号令天下。 从第四项开始, 教师应该有所不同了。 我在影子待了一年不到。 从第四项开始, 法尊终于如业罪一般, 开始了挣扎, 开始了痛苦。 因为剩下的强悍身体, 天下无敌, 长生不老, 唯我独尊, 双亲家族, 生死兄弟。 这六项, 无论哪一项, 她都不想放弃。 法尊遭受的痛苦, 绝不逊色于业罪之前。 虽然她的修为心性, 笔之业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 但是这个游戏惩罚, 却是在大振幻境之中, 针对她的灵魂精神, 非观自身修为高低。 错非如此, 以天魔怪人目前的实力, 想要给法尊造成如此痛苦,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虽然无边痛苦临身, 但是法尊并没有哪怕一点点的痛苦身影, 纵然脑海之中如同破碎, 如同万针其次, 他也没有发出一声身影, 甚至连面容都没有出现 争獰扭曲的状况, 就只是疼痛的汗如雨下。 第1397集到此结束,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